今天講一些八卦事件 關於移民後要去找屋租 事遠我經常看一些Facebook群組 是給香港人移民 原來有香港人在上面 發表一些租樓的樓盤 這個稍後詳細說 但留言也是罵他 他的帖文是說港人互助 但留言罵他是不熟悉不熟悉 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們的地方其實不是在Toronto 在Vancouver的地段是Surray 其實我不熟悉的 聽就聽過 大約多少錢我也不知道 但留言說他 說附近的樓盤也沒那麼貴 又說自己賺更便宜 那些帖文放在這裏 就是有心抬高的價格 又說他 好心迷法死人才 成人之危 大把地方比他便宜 還說自己是良心帖文 對 他的Title是說良心帖文 港人互助是我說的 究竟我們租樓是否找回香港人業主租好一點呢 港人互助還是很容易不熟悉不熟悉呢 我們不如輕輕說一下 究竟他所放租的樓盤是怎樣 其實是說Surray全身一房一次 Apartment 即是一房 就1800元一個月 就說純粹幫朋友的良心帖文 來的 重點就是有多方便呢 按下一個Apartment 其實兩分鐘就可以到到Skytrain站 十分鐘就走到去Mall 到處都有東西賣 我覺得對比起我現在 我想可能差不多了 我都是大約幾分鐘就走到Skytrain站 對於我來說 可能更近一點 但都是很方便的地方 好 1800元包什麼呢 就是包煤氣 水 屋裏面是有雪櫃 洗碗機 爐頭 微波爐 焗爐 洗衣機 乾衣機 最重要的 亦都很常說是不可以養寵物 以及不可以吸煙 這樣 於是被人罵了 說600呎都沒有 1800元 即是百物騰櫃 又說 爲什麽不讓人養寵物 新得明明是給養 就很明顯是業主不想養 其實這件事是否合理 當然 我不是在Vancouver 那地點我不熟 我亦都沒有去做搜尋 因為附近是應該要多少錢 從我自己的經驗 首先我是沒有那個心態 就說我來到 我一定要找回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是沒有那麼多的話 我不是一定要找回 一定是Chinese 租給我 我才去租 我完全沒有的 我記得那時來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主要就是 預約了兩三個月的Airbnb 想著有個地方先住 之後就慢慢去再找一個長租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也是找到Downtown 而我們都沒有找到Condo 這些私人業主去租 我們都是找一些管理公司的Apartment 全部都不是Chinese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就沒有這種 我寧願是要找香港人的這種心態 但是我估計這種人的心態 是覺得大家都是香港人 覺得比較信得過 也都容易溝通 叫做問客有沒有人介紹 這個心態 即是想留在一個 舒適的心態 大家不要以為 其實有些人想找生意 他放一些Post 在這些Group 其實我也是有看到有人 是想找屋租 其實他也有放在Post 就說 我都想找回香港人的業主 其實這件事是有Market 有供有求 雙方都有人想找回自己人 是去做租客或者去業主 但是當然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這樣做 我也覺得不一定要這個方法才行 我覺得比較正確一點的心態 就是不要懶 不要想著想有人介紹 你就不需要做多些Research 最好就是做多些Research 自己去課給三家 不會被人騙 然後當你探索到多些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住 包括你想住的甚麼屋的類型 還有你想住哪裏 其實你比較會知道自己 你探索多些Options 那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些甚麼多些 好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都說了 其實有人是上去求租的 我也看到有一個 就是說 他應該是男生來的 他鐵文 他就說他有個太太 他就會和一隻狗 一月就會來Toronto 想找一些正確的單位 兩個人一隻狗 就想找North York 當然North York其實是很大的 附近Condo 預算是1800至2000元 但當然一定要可以養狗 就問人家有沒有介紹 其實你見到很多這些Post 就是這樣 好了 就住這個Case 其實都很典型 這個Case OK 現在香港人都很聰明 比起我們當時聰明 我們當時覺得 沒有車 沒有車 我就簡單攤 他們現在懂得找North York 即是沒有那麼窄 但亦都很方便的地方 在這個Case 裡面 暫時來說 看到有兩點比較難一點 其實第一點就是寵物 寵物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想找Condo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不知道 在這裡再補充一點 通常Condo 就是比較modern 漂亮一點的 通常是賣給一些人 所以由那些業主租給你 通常都是私人業主 每個Unit 其實它的業主都是不一樣的 那間屋是你的 那間屋是你的 整棟Apartment 都是Management公司去租 就是一個很大的業主 通常就是找人去上班 所以相對Apartment來說 其實Condo的業主主要是 比較親自家屋 所以他們就會有 他要求你不可以吃煙 以及不可以養寵物 即是第一個廣告 所以如果你想住Condo 你有小狗 所以你去找寵物 可以給你養寵物的地方 其實就比較難 這個是第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是他的話 我會推薦他去去試 一些Apartment 因為Apartment 通常大圍他都給你養 不是100% 但起碼我現在租這裡 其實我一進來的時候 他都很好的 我跟他說 其實我暫時是沒有寵物的 但他都會給我簽了一張 就是說其實我是可以養的 總之之後 如果我突然養寵物的話 其實我是不需要再通知他的 因為他已經 approve了我 這樣 那其實第二個問題 就是他的budget 你可以說 1800到2000的budget 其實現在租屋難不難呢 這樣 那我就上網做了一個 的research 就是一個website叫Sumpa 那是11月的Canadian rent report 那他有說過 就是其實一房的中位數 現在是1800元 兩房是2250元 那你說OK 那鐵紋的那個人 他是1800至2000元 那都好像不是很離譜 OK 但是就不要忘了 其實他是想住North York 那是租屋的中位數 但是North York 你知道是很方便 因為你是連接住subway 很多地方都 所以他會再搶手一些 尤其是現在reopen 要上班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之前有朋友 他就知道我住在這裏就很方便 而且我租一會很划算 那他就立刻上網 就看看究竟可不可以有沒有位 那他就進去了 我現在exactly 我住這一棟 就進去了website 就留下他自己的contact information 包括他的名字 Email 他心疑的是多少房 大約他的預算是多少錢 那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完全沒有會音的 那我估計呢 就是因為現在爆了 所以就算預算 可能其實他也不太貴 他在website 可能都是寫1000至2000元 OK 但是他是沒有available 出來就是沒有 就是這樣了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現在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是求過乳工 我建議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 其實他是想一步到位 他想來到 就找到一些 完全可以適合他的地方 長住的 無論你是租也好 買也好 如果不是你就不會放一個post 上去 就想問一下別人有沒有好介紹 但是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一個 適合你自己喜歡的地方 住得比較久的話 其實你也是需要親身過來看的 是的 我就比較相信這一點 我亦都聽到有朋友 他說 當時他還在香港 但是他就因為他自己有 就是自己的朋友 以前在加拿大式的朋友 他的朋友很好 就幫他去看樓 就什麼叫幫他去看樓 就真的幫他約經紀 進去那間屋 跟著就跟他拍片 走一轉給他看 我告訴他是怎樣 跟著就是還有多少錢 就幫他租的 亦都可以是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 看一下第一 是不是你舒服 第二就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去幫你這樣做 否則究竟 有沒有地產經紀 幫你這樣做 尤其是現在的市場很黃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因爲你想一步到位 你想來到 就算你租也好 你想找到一個地方 讓你長住幾年的話 我覺得你是 最好你真的來到 短租一些Airbnb 或者有朋友親戚住 然後你去再找 你會比較 找到適合你的 否則的話 你 可能你 我月陽 我做了一個 一年的租陽 但是如果那個地方 你覺得很有問題的話 你要爭論一年 其實是更慘的 我覺得 這個 遲下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 一些朋友的故事 都很慘 很困難 以及關於預算的問題 其實 其實自從 3月開始 reopen 3、4、5月開始 reopen 其實說North York 或者 其實整個 Toronto的租金 都升上去 在COVID 那段 禁止的時候 其實它是便宜了 很簡單 我記得 我這個租金 是3月中 3月底 是搏取落實的 對比起我現在 其實是便宜 當時 我已經便宜了幾百元 一個月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是你沒辦法 你來的時候 它是多少錢 它就是多少錢 Toronto的確 因為它是一個 移民流入的城市 人口流入的城市 所以無論它的租金 也好 其實它的樓價也好 其實它都是升的 而且它的租金 之前都升得很急 對 都很貴 我記得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我也說過 四年前 我們在Downtown 租一個一房 加上車位 其實都要兩千元 只不過是COVID便宜了 現在又升上去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不要打算好一步到位 雖然大家都是想的 大家一步到位 就是想我來到 我找到一個地方 我可以長做 我來到找到一個地方 我買了 那我就最划算了 是不是 我是最划算了 我來到我找到一份工 是我最喜歡的 那就最划算了 但是這個現實 是不是這麼理想 還是其實你要慢慢去做 去adjust 給自己去學習 給自己去認識這個地方 去儲回你自己的Canadian experience 這個experience 不是說你的resume 你的Canadian experience 而是你自己真的去了解這個地方 而去驚訝到 透過你那一個東西 透過你撞過很多場 而是你學到的東西 而是去驚訝到你的experience 所以令到你將來 你是會成功的experience 所以是各方面的experience 那今集就到這裏 那大家怎麼想呢 或者有沒有關於一些 一些租屋 一些問題 或者意見 大家歡迎留言 講一下 交流一下 或者問一下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那今集就到這裏了 記得按LIKE Subscribe這個channel 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我們下集見 拜拜